夜魔 化妝水 保濕噴霧 冬季保養好辛苦 蝦蜜 那今天就是大家所有的人 就最想聽他開口講話了 皮膚科專業醫師 朱鵬年朱醫師 你這邊有專業的皮膚的圖對不對 對 這個是講這個 這是裂的 這個嘴唇乾裂的這個現象 就是說這是比較集中 這個地方都會這樣子 那其實這個的話其實是分兩個方面 一個就是說 所謂的皮膚發炎的一個現象 像這種的 這個就是跟皮膚發炎會比較有關係 像剛才那個宋培就有講 就是說他這個 你這個地方會流血 那事實上其實 除了說單純的缺水之外 其實有的時候還是會有合併一些 其他的一些皮膚發炎 像是臉部最常見的所謂的 指揚性皮膚炎 那這個皮膚在發炎的時候 其實它就會喪失它自己 自我療癒的一個能力 跟新陳代謝的能力 所以其實在外面 最外層這個角質 其實它是沒有辦法保水的 所以你就變成說 新的皮沒長出來 上面又再乾裂 所以它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惡性循環一直這樣子 可是護唇膏就沒有嗎 這個時候 護唇膏的話 其實它就是強迫你這個角質部分 含水量特別的多 所以為什麼就是你護唇膏 幾乎我們看到都是那種像 像帆士林或者是像那種 油油兩粽這樣子 它就是故意把它封起來 其實我 換季的時候其實很多消費者 他其實他都會用 就是說反正一年四季都是用一樣的東西 那事實上其實秋冬的時候 因為天氣突然變很冷 所以你的血管會收縮 所以也是一樣 就是說皮膚上面的那個水 其實是你的血管帶進去的 那你如果說你的血管收縮的話 就變成講說這些 應該由水的這個器官來講 水都會變少 所以事實上在秋冬 其實你在擦保養品的時候 其實就要擦的比較更滋潤一點 所以其實要換保養品 並不是說一瓶 其實就是說 像秋冬 因為現在其實 台灣的天氣其實是 尤其這兩年 就是春夏秋冬 其實四季越來越分明了 所以其實是 這樣這麼冷一個天氣的時候 其實就是要用這種 比較滋潤的這個產品 會比較好 我們就要來看 好像我們朱醫師這邊 有一個皮膚檢測的儀式 朱醫生不知道 你皮膚自己 對 朱醫師請到這邊來 朱醫師請到這邊來 再放 朱醫師 攝影師 攝影師 這個 可以當作參考 還是 先量一下老師的 好 量一下我其次 講一下 你放心嗎 老師評分好 好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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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數字 好恐怖 32 32 但是 中低的 天乾 對 對 因為今天這次攝影師最厲害 對 對 對 我怕人家說我乾 你聊我這裡 15啦 好緊張 待會兒我們還要用這個 好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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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張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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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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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低調 原來是 稍微高一度 好我們上班族來一下 來來 愛保養 愛保養 你幫他號稱愛保養 看他到底有多 看他好不好 好來 你看 終於是眼光擺了位置 張幾個燈 他有39 好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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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咪 小咪了 再 不保養 他是不保養 小咪 好緊張 不過小咪年輕 你害羞什麼 嬌羞咧 也是三十五 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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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老師跟黑人的這個年紀都跟 就是我們都是比較年紀比較 年長一點 所以你這樣子畫 那要叫做一個美眉 但是我年紀最大 照理來說 我應該選分流失最多 我三十二 撐在那裡不差 不好意思 那我會把眼膜先貼上去之後 再敷面膜 因為我覺得這一塊最乾嘛 然後它這樣子也可以滋潤到 大部分 不愧是中性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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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在成分上面的話 因為大部分的這個廠商 其實他會把主成分寫上去 但是詳細的成分 他會用英文標在下面 我們又看不懂 對 那一般其實廠商不可能說 你英文看不懂 如果有Pyrabin的成分在的話 其實就知道說 他有放防腐劑這樣子 Excuse me 是一個成分的名稱 是不是 對 其實它有一些類似的成分 但是它的尾巴 其實都會寫這個字 對 所以你只要看到那個的話 你可能就是要稍微 小心一點 但是就是說 其實有些 沉思的廠商它會寫進去 但是不代表說 你一定會過敏 那怎麼拼 可是你說變成這種 Pyrabin怎麼拼呢 你要知道幹嘛 可以看嗎 如果我不知道Pyrabin怎麼拼 就算拼 寫在上面 你也不會拼 不見 我們後製上好了 後製上 可是趙祖醫師這樣說 可是外面賣的商品 它當然要防腐 要不然它 所以有人說自己Py 自己做面膜 這種好嗎 這個也是可以 但是就是要非常的小心 就是說 你的那個成分上的拿捏 要特別注意 像有些人他會覺得說 果酸可以換膚 所以我放這個放特別多 結果就讓你的臉就灼傷了 對 會灼傷 會灼傷 有突發狀況 譬如說急救 就突然間你知道紅腫 然後突然間可能真的有乾燥 或是變天的話 有沒有什麼特效的東西 有啊 就倒針說打針 打針有保濕 打什麼針 打什麼針會快 打那種高濃度的那種美白針 對啊 是美顏針 是美顏針嗎 它可以保濕嗎 它是打臉上嗎 那個有用嗎 沒有 你多到他們的那個 是打全身的 打全身 打全身 對 就全身的 對 就打血管 那個我們都打很多 那一針下去會怎麼樣 有用嗎 會怎樣 因為它是直接靜脈吸收 所以它是全身都會有改善 喔 肺腸 打痘痘啊 那個也會 那是要調另外一些成分進去 就是打痘痘的會有另外一種 那一針這樣要多少錢 大概 好像兩千多塊吧 打一針就好了 是一點滴嗎 還是要一點滴 一點滴 是不是多久要打一針啊 要看不同的膚況跟狀況這樣 那我們平常保養的話 多久打一針就好了 平常的話大概差不多是一個禮拜打一次 那如果說是有狀狀的話 全都能 每次也是歐影外 就是我打一針 然後也會變五針 你怎麼可能是歐影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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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像我啊 保養程序都做的 就是都做了嘛 那如果我有一天沒有擦保養品的話 自己的皮膚會有治癒的能力嗎 醫師這個問題 他問一下是不是 有可能會有影響 對 因為你已經平常都已經習慣這麼好的一個環境 那突然沒有的話 其實你的皮膚的這個 恢復能力的話 會變得比較遲鈍一點 那還是要去保養 就是要去保養 對 朱醫師好像也要給我們叮嚀對不對 對 這個換季清潔的小秘訣 剛才其實也有討論到 就是清洗水溫其實不可以過高 過高的話其實就會把你臉上的一些 像葉子姐剛才講的那個分子丁啊 還有其他一些蛋白質 全部都把它洗掉這樣子 那但是太平靜的水其實 老師再耿耿於排到三十二的水 好 三三給你 好了 你幫我那一段扇再剪給他 好了 好了 還有這個臉部不可以過度清潔 像剛才有講就是所謂的 像深層清潔的這個卸妝油 或是說這種有所謂有揉珠的這種洗面乳 其實就比較不適合量 然後去咬 裡面有顆粒的不行嗎 你那個檯面的那個其實不是 不要先天用 就是交叉 因為要弄鼻頭啊 他說鼻頭粉是可以被它搓揉掉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清潔產品 要適合個人的膚質 男生的歸男生的 然後比較年輕人 青春級的男生 熟女 新熟女 其實用的東西也是會有點太會這樣 其實我覺得換 好 感谢观看